很難受 從來未見過一隻榮種狗或流浪狗 未見過搞到這樣的田地 他都是在街上走的 當時有市民緊急求助 我們就立即出去 然後見到他這樣的情況 然後就補了他上樓那裡 然後載他回來 而且見到他很瘦 是不是很難吃東西 應該是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每一天 都起碼有三餐給他 早五晚三餐 他是可以完全吃完 餓到這樣 而且見到他的皮膚病是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也覆了診所 但是要來這個禮拜 才有位可以帶他去看看他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覺得他根本可能是 環織牆的狗 但是一件事就是 無論他是什麼狗都好 環織牆也好 或者是他有主人也好 即是不應該養到一隻狗 是這樣的情況 反過來 如果譬如說 你家裏自己的小朋友 你可不可以養到他這樣 根本都不只是一隻狗 再加上 其實他是一隻相當乖的狗 還有很善良的狗 那為什麼會搞到他身世都好像很淒涼 即是不應該是說 對一條生命是完全是漠視 完全是不顧他的生命 講他難聽些 你不如說想謀殺他